3天1把5天一扣 公司規定多如牛毛女號得住嗎 蝦匯 這款規定讓我喝包大吃血 好 蝦匯 他們的蝦匯好正容 我是有一點不確定感的那種 真的 真的 我覺得公司規定 有時候突然間被扣錢 突然在公司要繳這個繳那個 心裡真的很生氣 對啊 但是老闆會說照規矩來的 其實我覺得這樣的老闆 我很不能理解 可是你要有一個好的公司 其實走制度的話會比較好經營 可是我們今天要聊的是 很多制度是公司自己的私行 自己的規定 而且甚至有的 我們今天有專家在 有的是不符合勞基法的 今天可以討論看看 因為有些可能就是還是以老闆為主 就算你是終極主管 你還是要老闆牽制 公司規定是這樣 所以其實就是最大的頭目 他自己的決定 所以我們要揪出這一些 今天趕快進入主機 大家迫不及待要分享這個 一起來罵他 對 首先第一位他好像是苦主代表 我們來歡迎林志鮮 志鮮分 好厲害 好厲害 而且你是苦主 你自己也是主管的老闆 但是我還沒當主管之前 我也算是苦主 曾經被苦主過了對不對 就荼毒過一陣子的人 哦 好 我們來歡迎第二位呢 是前甜心主播郭慧妮 你好 歡迎 歡迎 你一定要碰過很飆的對不對 對 我們來歡迎第三位 羅燕麗 燕麗 好 好 我偷偷都是那個建議有為的人 然後發現老闆呢 真的是太過分太誇張 然後偷偷打電話給老委會的那個人 哦 那我回憲了 還是厲害 你其實不知道你姐是那種老闆 他今天一定要有第四位在場 因為他現在來告訴我們誰是壞老闆 來歡迎何啟燕 啟燕 今天呢 要告訴很多電機前面的上班族的朋友 其實你的薪資被扣呢 可能是違法的 哦 我們來聊真的 因為我們覺得成功的老闆啊 代薪占七成 代薪才占三成 可是就是有那種不會代薪的老闆 像燕麗很多經驗對不對 有沒有碰過這種 對 不要講我啦 我先講我們業界已經公開有幾個老闆 真的是還蠻 我覺得有點過分的 比如說像有一家上市的餐飲公司 我們就不要講名字了 反正他們都已經做過了 他們就規定 因為是餐飲公司嘛 他們就規定員工說 打破杯子 你要賠個一百塊兩百塊 然後呢 就說如果說遲到呢 要發多少錢 那有些員工他就會覺得說 不小心打破 那我偶爾賠個一百塊兩百塊OK 可是有些員工他真的是心靜 然後沒有接受比較完整的教育訓練 然後萬一那個燈一按 然後總而跌倒 就曾經有個員工一個月賠了六千到八千 對 六十個杯子啊 真的嗎 我覺得他真的是沒有接受良好的教育訓練 然後他自己可能也笨手笨腳 還一直 自己覺得說那你是不是可以再幫我做一些訓練之類的 所以這件事情後來有進到 勞委會進行一個這個討論 討論 對就是後來勞委會就是下了一個決定 就是說你不可以讓員工始終都在罰所謂的杯子打破 然後你就要賠錢 而且員工覺得最不能接受的一件事情是 所謂的賠錢這件事情呢 是勞方他刻意他自己片面的規定 然後員工只能被迫做一個接受的動作 可是他有訂出來一個一百 一個一百合不合理 有沒有做過餐飲打工過 可能要看材質吧 看材質吧 對啊 鳳梅你不是以前做過飯店嗎 對啊 打破轉辦 其實像我們飯店也是一樣啊 他們就是那些就是工讀生或是建教合作的 打破都要罰錢 一支罰一支罰 連那個建教的都要嗎 也是照罰啊 建教都已經沒拿多少錢了 照罰還是罰啊 以自發的立場來看的話呢 如果說你沒有一個 對你來說會達到懲罰的一個金額的話 他就會隨便啊 然後公司會有很多的異位上面的審賴 稍微老委員怎麼處理啊 後來老委員就說這家公司不能夠再這樣處罰員工 然後這個條 這個規定從此就取消了 那另外一個案例也是蠻類似的 那我覺得這個案例更誇張的是 他規定員工要就是說打破杯子的話 要罰這個杯子的價格的二分之一 可是員工 對一半 可是員工覺得最 不好意思我要講張話 員工覺得最幹掉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員工覺得最幹掉的事情是 罰那個二分之一的價格 是所謂的杯子的定價 可是員工是成本根本不一樣 對 可是老闆當初買這些杯子進來的時候 它的成本其實是大量採購 他可以把肯定壓下來 可是他一次進一千的 價錢就不一樣 對 那這件事後來也是鬧到老委會去 然後老委會就出來就跟這個老闆說 你完全違法勞集法 就不成立 哇 這樣反觀老闆也不好當 對啊 那感覺好像被砸破 如果你罰多了又被獎 對啊 那老闆的成本會很高嘛 會你也會碰到這種嗎 對 因為我們以前在跑新聞的時候 你出去的時候 大家都是那種美女記者 那當然就穿著就要比辣 大家都是那種美女氣勢 每一台的 每個都很辣 然後出去跑新聞的時候 都是你知道 穿著就很果辣 對 要比那個氣勢在 那有時候你出去之後 就想要穿比較短的裙子 這個歪風什麼時候開始 歪風 曲聖哥是從你那一時候開始的嗎 我還真沒有注意到說 都是什麼美女記者 沒有就 因為都是以專業掛帥的人 好近期喔 對啊 所以就會很想要穿短裙啊 可是公司就有規定說 你裙子不能太短 然後如果說裙子太短就要罰錢 這樣也要跑 那公司覺得不夠專業 這形象上面 在哪裡啦 太短的話就 就是有漏到就不該 太過over的地方 然後他們規定不能漏手背 就是手背一定要有袖子包起來 不能穿好袖 可是你們自己穿太短 也會一直要問 不方便吧 受訪者之後也自己會不好 對 但是就是想要比辣嘛 所以就是會有一部分會罰錢 然後罰錢就罰100 200 那其實你那個新進季節的時候 你的薪水也是很低啊 也是兩萬多塊 那其實罰一罰就是也沒剩多少 那誰罰 就是主管罰 這個小組 就例如說我們今天 我們是生活組的嘛 那可能主管他就有這個壓力 他就會罰我們錢 然後那個錢就變成說 這個組上玩樂基金 比如說像這樣子 不成文的規定 我剛剛歡迎你講到了 那個什麼罰錢 其實有個知名網站調查說 我們這個最扯的 員工認為最扯的規定是什麼呢 你好可愛 我看你講不出來 沒有 這個寫的規定是什麼呢 就是上班打卡制 然後下班責任制 對 上班打卡制 你遲到一罰錢的話 好 我們來看 讓你荷包大師寫的第一 這個有調查 最不爽的 有 就是什麼 遲到扣款 爬金超重 有這樣子嗎 一般你們公司規定 遲到扣多少錢 寫版把它寫下來好了 好不好 他上班遲到 那像我們來賓也碰過 是 遲到扣款 有 我們以前 我們公司比較人遲 我們有三次 遲到十分鐘的扣打 就在十分鐘之內是不扣錢的 幾點上班他規定 十點 但是你可以遲到到十點十分 有三次的扣打 但是你一分鐘之後 那就五十塊錢了 很遲到 五十塊很重 一分鐘五十 對 那你看你要不要遲到 哇 一分鐘五十 然後開始去寫那個 併價單有沒有 乾脆請併價 對 乾脆請併價 不然你一分鐘五十塊錢 扣下來還得了 對啊 對 很多人就是這樣子 然後上午我乾脆就不來 拿一個併價單 然後我今天上午請併價這樣 其實這種規定 都是在人性的拔河 像我們小公司 我跟我現在每次都討論說 這個現象一直重複怎麼辦 我們兩個就在那邊想來想去想來 就是一個人性的考量 就像你剛剛說 五十塊那他乾脆就 請併 請併 不要來啦 這五十塊又太重 那四十可以嗎 不是 十 還少錢 其實四十就好 老闆找二十三十就給你 對 對 所以我們看看 是要遲到的 對 哇 橘子這個過分了 扣半天了 呃 我 我有兩個 是遲到多久 沒有 那是麵包店打工 然後只要打卡 譬如說八點半到 三十一分的話 那天就是一半的薪水就沒了 然後可是那時候我覺得還好 因為我在那個麵包店 還蠻有名的麵包店 那個隨便一條麵包 都是可能七十五塊一百塊的 哪一個 現在倒了啦 蛤 蛤 蛤 那真的很有名 倒了可以講啊 那個就是 我意思是他扣你們員工那麼多錢 他還會倒掉啊 對啊 沒有 因為他 因為他就是那個 每一天下班的時候 他都會就是 他會有一半的食物會捐贈 但是他也會開放讓員工拿 我就每次都故意拿那種 一條 一小條 就可能七十五塊或一百塊的 就是變相 把那個半天的薪水拿回 哈哈哈哈 就是被人家冒費說 怪你 然後另外一個 剛才不是大家講說什麼 什麼扣五十塊 什麼太多 什麼扣一百塊 什麼的 我跟你說真的是 我先幫老闆講話 就是說因為 也不是說一次性 你講話還要留 你輸了 我們這就是要跟老闆對立的節目 什麼 沒有啊 第二個故事是另外的故事 就是我之前有在就是節目上講過的 那個就是遲到 那 也沒有遲到很誇張 就是也是一分鐘兩分鐘 那大概是可能 一個月下來也有個三五次這樣子 然後老闆就覺得說 一定要達到嚇阻的效果 於是 就在薪資條上面 惡化沒多說 他就直接扣了一萬塊 哇 一萬 哪一招啊 他這裡有證據啊 一萬塊 對 然後重點是你真的就會嚇到 太扯了 太扯了 那你們公司有申訴管道 譬如說 我後來有問其他同事 沒有人知道這件事情的發生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 就是變成我 一萬直接問 一萬這個 他應該不合法了 這是不可能的嘛 因為他可以遲到的次數 他不是看你遲到幾分鐘 因為他覺得一分鐘也是遲到 所以你那是Local公司 對 Local Local我那一說就是 老闆說得算中小企業 對 就潛規則就對了 對 沒有明文規定 怎麼這樣啊 一萬塊這次可以報 今天我們的節目討論真的很務實 因為很多電機前面的上班族的朋友 他可能不曉得其實他自己的老闆 都在一個違法的處理的處理當中 太好了 爽了 老闆啊 知法犯法 我們就不知道 有沒有知法 我不曉得 但是今天這集看完以後 我覺得我們手剛鎖 對 今天這集看完以後 一定要知法 今天我們所討論的 所謂的薪水扣款這件事情 其實在勞基法裡頭 就兩條的規定 在22條規定是薪水給付 在26條的規定是 預扣薪資 所以這兩條都有規定到這裡 那規定什麼呢 最常碰到就是上班族的朋友 有關於遲到就會扣錢 其實很多 我所知道 像有的公司 遲到一分鐘 扣款一百塊 如果這樣算了 我算給大家聽 遲到一分鐘扣款一百塊 那他的算法就是 你的薪資水準一分鐘 是值一百嗎 其實通常都不到的 因為如果說一百 你看六十分鐘的話 他的時薪是 一百就是六千塊 什麼可能 什麼可能啊 六千 對不對 對啊 所以他這一萬塊他 都太高 那現在都怎麼做 怎麼做可以合乎規定呢 就是說 我們以你上班時間 開始寄薪 那所以說你如果 遲到十分鐘 那我們從你的時薪 推算回去分分鐘數 就是你一分鐘 你值多 你的上班的時間 薪資是多少 那所以你遲到十分鐘 那我從你十分鐘之後 開始計算你的薪水 這是可以的 這是可以的 所以就算要扣錢 也必須要扣符合 你自己的這個所謂的薪資的 而且不能假平等 假平等 假平等就是每一個人都一樣 比方說一百塊 那是不是一樣 每個人的薪資其實是不同 其實聖哥這種說法 是根據個人的薪資的 對 他講得滿細 但是我看到茉莉 你又有一個規章 但是我看到茉莉 你又有一個規章 也很細 這是你們公司的 這個是比較有趣的 這是我朋友他在保險公司 那保險公司 他們業務人員的話 其實他們是要往外衝業績 但是他們就會很重視每天的早會 他們會希望業務人員 要定期回來開會 所以他們早會是九點喔 然後他們就是會把每一個人的 每一天都要早會嗎 對 沒有他就是一 他有規定一二三五 禮拜四不用 對 然後他每一個人的出勤狀況 就弄在一個公開的公布欄上面 對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上面有紅綠燈 上面還有邂逅雨喔 我每日早到成功就早到 我每日遲到成功就會遲到 對 他就用來這個人 讓大家知道 你看他有一個紅燈的 表示說 這個人他這個月的出勤狀況不好 那扣錢是怎麼扣呢 就是九點早會對不對 那如果八點五十分之前到公司的話 他就是綠燈 好 就貼一個綠的貼紙上去 找到綠燈 對 然後八點五十到九點之間 就貼一個藍色的 還不錯 那如果說他是九點整到貼黃燈 到了早會結束他這個人都沒有出現 就貼紅燈就要罰錢 紅燈就是罰一百塊 黃燈就是罰五十塊 其實罰不多 但它是一個就是 讓他的主管知道說 他的出勤狀況如何 對 這樣好不好 就是有用那個紅綠燈這樣子 對啊 是滿有榮譽的 這個問題不是好或不好 罰不罰錢的問題是 你不能這樣罰錢 因為罰有規定 對 22條會16條 還有就是大家常常會討論說 那如果說我們議定在我們的勞資的合同 或者說我們之前進公司 可能會簽一份 之後一切都要遵守公司的規定 對 那公司裡頭有這個規定的話 那到底該不該做 其實這個是比較是屬於司法 就是私人的司 司法的行為 就私人的規定的行為 那它抵觸到公法 就公共的那個公 那勞基法就算公法 你違反到抵觸到公法的話 當然那個是無效的 所以很多人說 公法還是大於司法 對 但是另外一方面 這個東西其實是有爭議的 也就是說 因為在22條裡頭規定 這裡頭我們的薪資 是必須雙方商議的 也就是說如果你要扣我錢 也必須經過我的同意 好了 那司法裡頭你就簽名了 這代表同意 就是同意的話 他就會拿這一條給你 好可怕的 所以這個有一點模糊的地方 所以這個必須要經過調解 我當老闆的經驗 就是到所屬的 所瞎的這個 這個縣市裡頭的勞工局 可以來做調解 都可以 我的經驗是這樣 像我們寧願 多給一個全勤獎 全勤就多給500 然後你遲到 其實從這500裡面扣 所以其實你扣的也是多給你的錢 你的 就是先獎勵在前面 我們公司之前就是扣全勤以後 會再扣剛剛說的時數的那種錢 就是變成他兩種都扣 可是我們加班也不會多給 所以其實這樣還蠻不公平的 加班不會多給 你也有問題 就是下班責任職 對 責任職 就是像我之前 就是在上班的時候 然後就是 我也不知道這樣算不算 就是合法 就是身上可能帶一點酒味 然後打一點哈欠 老闆就直接扣 帶一點酒味 帶一點點酒 你說那一點點是老闆聞到 而且酒冊可以過 酒冊有酒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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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就 真的 對 有吹一下 有吹過 對 然後結果他就給我耗三千 三千 好多 可是重點是我又不是 可是我認真上班 而且我沒有遲到 你是跟老闆講說 我剛酒冊有破 你還罰我三千 對啊 你罰我 就罰我 罰錢嗎 我現在自己當老闆 然後我就是會 就是公讀 名字就寫我 我就是會把上班的天數 然後跟時數 然後總金額多少錢 然後後面會有把明細表 都寫上去 我還會註明 而且像我遲到 我不扣員工薪水 我是請他遲到 10分鐘補10分鐘給我 這個可以 10分鐘 然後我還會有個人 非常的 就是老闆娘的小愛心 就是禁止戀愛 嗯 禁止戀愛 妳是不是還是愛心 沒有 禁止戀愛 經濟公司 我會寫 就是我每個月都會寫 我對他們的話 因為他現在才17歲 談什麼戀愛 好可惜 而且 好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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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光獨生過嫁 他如果交男朋友 要去交約會 就不可以來上班 不過是 他跟你管你兒子 是一樣的道理 真的嗎 不好意思 你不要 他 他會生氣 你朋友 你已經罵我很多次了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怎麼樣 怎麼樣 你講我們學校 你不要講到我 搖滾樂走 像搖搖搖搖搖 我是搖滾樂 不是 搖滾樂 搖滾比較叛逆 兒子低調低調 不過剛剛Kitty講的東西 你說遲到的話 你補我10分鐘 可是你看我補習班 我補習班上課 客人都走了 對 學生上課 你補時間 你補 你遲到20分鐘 你學生不可能給你20分鐘 因為我們又有下一堂課 對 所以後來我們當時曾經用一招 就是老師的終點費 用分鐘來算 好多 你知道我忘了是多少錢 不過後來 這樣掐錶 然後才開始 沒有就 對 我忘了 反正我記得是 比方說一堂課是90分鐘 那吳一個老師 你一分鐘 比方說60塊或100塊 我忘記了假裝 那麼你自己遲到10分鐘的話 你就少那10分鐘的 對 這何規定 就是按照你的分鐘數嗎 遲到就是第一個 對 這最初步的 上班就要準時很重要 我們看還有什麼 大師寫還有什麼 有功無償 結果打破要賠 就是剛剛 燕麗剛剛講的 燕麗姐剛剛講 打破要賠 你們也沒有打工的經驗嗎 橘子也有嗎 我的不是那種打破東西 還是什麼的 我的是服裝上被規定 然後可是我們公司又沒有 就是特別 他說不能穿得太老闆 我跟妳說 太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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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剛開始要穿得比較老氣 這新髮型可愛喔 你剛剛穿哪身老氣 不是 我跟你講 不是我要先說 我那件褲子啊 我有穿過來 就是在我身上的這件褲子 來看一下 看一下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我看我 你先不要想說被罰了多少 我們來看一下多少 看這樣 平均率嘛 哇塞 哇塞 還不錯啊 還不錯啊 拔三萬應該保不掉啊 你的護士寫了啊 你的護士寫了啊 你的護士還蠻強的 然後這個就 是以時尚概念嗎 是在什麼樣的產業上班 其實我是當業務 然後我這件褲子穿了一年 老闆都沒有說什麼 都沒洗是不是 都沒洗是不是 都被拔起來 不是 不是那時候不是 就是要拜訪客戶 然後呢 就是我這個褲子 已經穿了一年了 然後都完全沒有試 然後突然有一天 主管看到的時候 他就說 你這個蝴蝶肩怎麼一回事 對然後他就說 你回家給我換衣服 以後不要再給我看到這件褲子 然後呢 又過了一陣子之後呢 不一樣的公司 反正就是我就穿了這件上衣 然後這件上衣 它是新的 而且它是黑色的啊 我想說應該沒什麼問題吧 問題可大 然後結果後來另外一個主管之後 他也看不爽啊 然後你知道他怎麼樣嗎 你知道嗎 他居然叫我 他居然把我stand home 他居然這樣 stand home就是送你回家 stand home stand home 對就叫我回家 對就叫我回家 然後這中間 這中間就是兩個小時的時間 就是他就扣我薪水 那你回家換衣服 對啊 你是很拉屎戴褲子上來這樣 憲哥 我跟你講 憲哥 一般是老師叫學恩回家 你回家換褲子 對 你搶其他東西 我們的衣服 這衣服就看起來還好啊 讓人品味問 是怎麼回事 那你回去這兩個鐘頭扣薪嗎 對 就扣死薪 但是被丟喔 小兵 我們也是就是有一些莫名的規定 我這邊有帶資料來 然後不是之前 就是 不是我們龍頭啦 是其他的百貨 他就是會規定我們說 男生不可以敘褲 然後就是順帶誇張的耳光 槍別的百貨的來訂了 哇 對 然後他會說 不能夠敘褲是飲料 不能夠敘褲料 不能夠敘褲料 敘褲 沒有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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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還有就是說 就是像剛剛有提到遲到的 他就是也是電的非常誇張 10分鐘以內是100塊 然後再以此類推 然後開店位到是1600 然後他還有就是那種 就是說什麼 運斗最誇張的是我們其他設備發過 就是你賣場打燃之後 運斗沒有推出來的話 要罰5000塊 5千塊 5千塊 會影響那個電源什麼的 這邊有 這邊有5000 你推出來是什麼 就是你要推到賣場的外面來 你不能放在你自己櫃位裡面 因為他怕你插頭沒拔掉 可能會引起什麼電腱之外 這有道理啊 所以有安全上面的道理 不是 如果他如果拔掉沒有推出來的話 這樣也會罰耶 你就真的會忘記 不知道 就是他怕你有那種電線走火啊 一燒起來是整棟百貨 然後百貨名牌 如果你不見或是沒帶的話 一次就是500 就是我上個月面是一個美工 然後他之前在婚紗店上班 然後他的離職原因是寫 扣錢扣太兇 我就問他說扣錢扣太兇是什麼意思 因為他的底薪2萬塊 然後他說沒有啦 因為他們那個 因為就是如果案子很多的說 他們不是會裁那個新人的 謝卡賀卡那些照片小照片 那每對新人要求的尺寸都不同 所以如果說他自己裁錯的話 他自己要就是把那個量撕下來 會被扣掉 我說那你最高被扣過多少 他說一個月的話 最多最多被扣八千 哇 只剩一萬塊 他說你扣到八千再扣到老健保 才一萬出耶 他說就是因為沒有辦法生活 所以就離開 我說那你 那應該是你自己的問題吧 因為被扣到八千塊算很多的量了 他說對啦 我是裁錯蠻多的 也算坦白啦 你真的蠻坦白的 那其實我覺得扣起來重 我覺得沒有拉 然後除此規定也很多 像比方說我們那種卡片是那種感應式的 就是感應之後門才能夠打開嘛 然後那種總機 總機部的台就 又忘記帶 他就跟上面反應 他說下次 下次只要沒有帶那個感應卡的 一個 開一次就罰十塊錢 那有一個那種可有可樂透明罐子 這麼大喔 不到一個禮拜 八分滿 很大了 忘記了 就投下去 投下去 那這基金也 服務也會 太扯了啦 對 全部都是 哎呀 記者這一個行業賺不了錢 都是這些怪規定嗨的 我以前有一個同事 他就是小一根筋 然後他最常弄丟的東西就是麥克風 他麥克風可以弄掉 不是這樣子 然後呢原價買回喔 這樣子一只五萬塊 喔就是兩張照片 先稅一根月只有兩萬多 好像朋友四張 反而已經通過一個最扯的例子 吸引發在我朋友身上 那因為他們公司老闆 希望他們準時上下班 那原因是因為要是 节省电费水费 那我朋友 对 那我朋友他有一次 就是想说 好了他因为晚一点 跟另外的朋友 约要去看电影 所以呢 那手上工作我没做完 不想带回家做 所以他就在公司 多留了一个小时 把手上工作做完 想说早点交差嘛 了事对不对 就隔天老板发现 奇怪 怎么前一天的这个晚上 前一天那个灯 好像多点了一个多小时 然后去疑问追问之下 就发现说是这个小朋友 他留在公司加班 老板就跟他说 你违反规定你知道吗 他说我知道 就老板就说 那你必须要罚五百块钱 他就想接受 谁能接受 谁能接受啊 对小朋友就觉得说 一个晚上 要需要这么多的电费吗 他不能接受 所以他不想找 后来老板就落下喊话 老板就说 你不想 没关系 你们这个单位呢 有十个人 通通每个人都缴五百块 对 然后所以这小朋友就觉得说 他不想让其他九个同事 被他一起拖累 所以他就乖乖在缴了那五百块 等他缴了那五百块之后呢 其他同事就觉得说 老板实在太过分 其他同事就真的直接跟老委会申诉 看不下去 对 后来这件事情爆发了 那老板是觉得蛮 脸面无光的 那我也要申诉 我也要申诉 我也有一次最暴怒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 上班 上到半夜一点钟 也是跟你们美女主播有关 跟主播全有关 上班上到半夜一点钟 但是呢那一点钟是Live的哦 就是半夜一点下班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 全国人都可以坐证 我有来上班 他就忘了打下班卡 结果被扣半天假 但是我明明就有来上班 不然这是鬼吗 对不对 全国人都可以坐证 都忘记打卡 那老板硬说 玉露的哦 哈哈哈 对吧 因为这本事是当天都新闻信件 玉露啊 玉露的 太子了 那起胜哥帮我们评论一下 没有基本上就是 呃 一个原则就是 可是要忘记打啊 对啊 一个原则就是 在薪资的部分呢 就是要全而即付 没有不能扣钱的 除非只有一个蛋书 就在双方 商定 同意之下 就可以接受你公司的这样的规计 可是他那个新闻券 我的錢不需要這樣 他這樣的話 沒有這樣在扣的 但是剛才之前 剛才之前有提到一個 其實是很多上班族朋友 常常慣用的 比如說上班遲到一分鐘 扣一百塊錢對不對 他講說哇 這樣扣了三百了五百了 他就給他請假 請半天啊 就是人性就會 所以說你說這個對公司來說 到底是讓人家去請半天假的損失大 還是他遲到的損失大呢 這樣產值反而會降低 對啊 所以啊 還有就是其實第二條講的 其實應該在討論是 這個也是我覺得老闆 如果要做這樣規定的話 必須要商定 就是他的員工 必須接受你的這樣的規定 我同意被扣才可以 因為二十二條的規定 然後就把二十二條規定 就是要當面要給付啊 就是我錢就是要 直接交給你啊 就前面先講清楚 對 不能扣除 我有想到一件很妙的事情 我以前有一個同事 他就是少一根筋 然後他最常弄丟的東西 就是麥克風 他麥克風很快弄丟了 兩支 然後呢 原價買回喔 兩支一支五萬塊 兩支 先水一個月只有兩萬多而已 智商高到前櫃ㄎ一支 來 贏不上啊 奇怪 就是因為他太想把麥克風弄丟 就會害我自己做噩夢 都夢到麥克風弄丟 有些時候你匆匆忙忙 真的很容易弄掉 好 現在已經自掏 要包到這麼高的價格 我們來看第三種好不好 你要先花一大筆錢 你才能夠得到這個工作的 有一些知曉的憤怒 他要叫員工自己先訂貨 然後譬如說一定的量 他好像才能有這樣的入圍 譬如說你一個月之內要銷售多少 然後你就可以擔任經理 有人就用這個東西來買 但這個東西也是一個規定 同樣的規定就是 你不能再違背我自主意願 可是如果說我答應呢 那就就可以了你知道嗎 所以很多資料公司 我自己同意了 你同意啊 我要求你嘛 這一個月之內要賣出30套嘛 你想說哎呀我現在差10套 我就自己買了 買了個10套 那你自己要買的啊 你們這邊也有嗎 真的 我覺得有時候 沒有買過產品的 我覺得有時候 這次起虎難下 因為你 好啦 這是一個多年前的故事 這是N牌的啦 假設你加入這個 那譬如說我今天要說服黑人哥 可是我手上沒有這個產品 我怎麼樣讓你知道這個東西好用 所以我要跟你說 欸 黑人哥 我今天發現一個東西很好用 妳拿DM就好 可是DM沒有說服力 我是要跟你講說 我這個超好用 怎樣怎樣 妳說我出來的肉我才吃 妳看我 妳就要吃 還有一碗 還有一碗 我吃了幾米 我要請你 徐薇老師到我家來試用 那我是要有那個東西出來啊 那東西出來 公司不可能免費供應我啊 那我是不是要自己自套腰包 先買一組產品 對 那結果當年我就是這樣 東買西買 從減肥的到維他命 到牙膏 牙刷 其一金 我通通都買了 總共那一次總計我買了一萬八 到最後我只拉了一個下線 就是我老闆 賺了獎金兩百塊 哦 哦 不可算 我聽到艾白王講一萬八 我其實還滿聽你慶幸 因為只有一萬八 對 我講一萬 是不信中的大信 對 我講我媽親身的故事 媽啊 不要打我 那個好 我媽參加過兩家直銷 其中一家呢 是F開頭的 然後她的牙膏呢 要兩百五十塊以上 然後我媽一次就是買了 大概兩三萬的產品回來 那我媽說這牙膏很好用啊 我刷了幾次之後 我發現 欸 奇怪 好像我的牙醫也沒有特別的健康 然後我就跟我媽有說說 你要不要考慮 不要參加 可是她買了那麼多東西 她真的賣不出去 所以呢 好 這是她的這個 這個產品的 這家公司的生涯就結束了 另外一次更慘 她賣那個床墊 有所謂紅外線功能的床墊 一個十幾萬塊 難買 真的很難買 她也要照樣自己先刷嗎 她自己先刷了一個 然後呢 過沒幾天她發現真的不好 媽她打電話給我 她說 女兒啦 媽媽知道妳身體很不好 妳去不去 要交給妳 我先重練 我今天喊下來了 因為我很孝順 然後我媽就說 那妳要替我宣傳 很好用很好用 我說 媽 講真的啦 我覺得冬天喔 因為插電比較暖和 那其他的療效 我真的還沒感受到 妳就當暖氣機的那種概念啦 電盤電盤 妳有上電視 妳都講講那種紅外線的床 多好用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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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最誇張的是我一個朋友 她之前就爭了一個工作 她是賣那種 黃金二手買賣的 然後她那時候去面試的時候 那公司就洋洋傻的 跟她講多好 說什麼是商公司 結果她要進去之前 公司就要先叫她買一台iPad 自己掏腰包買一台 她就說第一個月的薪水呢 我們先扣下來 因為要幫妳買iPad 因為我們業務上面需要 她要給人家看到 對 那這樣就算了吧 是不是陳威文大哥害的 不是 她就說需要 就是可能要秀東西的時候 或是他們要傳一些報表 他們需要這個東西 那這樣就算吧 花自己的錢 買在自己身上 可是他們講說 如果你試用期沒有到 你就沒有要做的話 那那個東西可能要歸公司 就我自己花錢買的iPad 結果 那我自己只那個東西 對 她就說這是公司 說搶劫吧 那可不可以自己帶去 這個就搶劫吧 對 這就是我一個人 還可以賣空欸 對啊 對 真的 她的講法是講說 我們公司因為第一個月 她可能我薪水沒有給你那麼多 那業務薪質的東西 又可能她就說底薪啊 什麼獎金那種去 去模糊這些的東西 然後就說到最後就是那個 資產就是公司的 很扯 你上班如果必定要的那些工具的話 都應該有公司來出啦 對啊 那你就不要 而且更何況她離職 還要歸還給公司 對啊 財產本來應該是我的 公司的講法就跟她講說 我們沒有底薪嘛 可是第一個月底薪 就是先給你去買這個iPad 那之後那也是算很少 那可以自己去買啊 那我自己買就好了啊 那他們就是說 他們以後就是公司要一起買 這樣子 就是很奇怪 這都可以到勞工局逃除啊 我覺得 大家如果覺得 受到不公平待遇的話 那她就沒有去那間公司啊 不公平待遇我們也把那個 電話打在上面 上次 上次蠻有效的 沒有 如果說台北市民的話 1999這個電話號碼還蠻好用的 1999 對 你直接打電話 我說我有一些 我在勞資糾紛上都需要調處的 她如果幫你轉電話 上班時間的時候 好像牛排套餐的特價 1999 1999 對 就是台北市啊 如果是 外線直接打電話到老公去 我們也給她一個電話 對 小問一個問題 就是我之前畢業的那個工作啊 她是一個知名的牛仔品牌L牌 但是她是老闆 是自己是出來自己自營 但她等於是跟她加盟 然後她有三家店 但那個老闆非常小氣 就是她要規定我們的制服 要用原購去買 然後 一個月要買兩套 然後她可能看你身上 她不只就看你身上 她褲子可能就說 欸我們現在出新款 你還不要再買新的 然後她就會挑制服就說 欸你這件制服 好像粉絲都沒看你在洗 然後有點起毛球 那邊吹毛球是什麼 然後說那你要不要再買新的 這樣才有新鮮感 客人要看你穿新 但是她不發給我們用買的欸 那這樣是合法嗎 那有員工這樣 不合法 就上班的制服也都是 必須公司要出 來提供 可是潮流的 有在調處過欸 就跟日本剛進口 在台灣很大牌子 要求員工 穿他們公司的東西 對… 有調處過啊 有被員工去控告 而且像我們公司啊 連乾洗費都是公司出 這樣都希望來了 還乾洗啊 希望你門面好啊 你給我髒兮兮落 她自己出 我幫她上洗一洗不就好了 還乾洗 因為乾洗才停啊 那個費用也是要公司出 因為你不幫她出 她就給你邋邋邋邋邋來啊 那你就會幫她出 那講到自套腰包 我還有一件事情要講 就是呢 我以前呢 常常就例如說今天颱風天 她就中午的時候 就跟你說下午後去出差 她說下午出差 可是要買飛機票怎麼辦呢 美女主播是比較吃不了苦 沒有我奇怪了 我奇怪了 因為我剛剛 誰也看到何啟聖大哥 嗯 怎麼會 沒有啊 沒有這個新聞圈的 規定都常常是這樣 她說要你去出差去颱風 她說機票錢 叫你刷卡賣 然後公司可能兩三個月之後 她才會發錢下來 可是像菜鳥記者的時候 他們薪水可能都很低啊 就你還要刷卡買那個機 就很不合理 我還有同學 我還有朋友更誇張的是 她去墨西哥出差 也是新聞圈 然後刷了三十萬 先變錢 她是買毒品還是 沒有 那些旅費 墨西哥禍銷的 毒銷嘛 這個毒銷 然後可能就三四個月之後 過很久以後公司再還你 公司 第七位達 怎麼樣 扣手扣血 這是公平的嗎 對 這個也是不行的 可是一開始講好了 很多的業務員都是這樣子 然後尤其有的業務員呢 是她的抽趴比較高 她甚至於零底薪的 這種也有 防重業啊保險業 都有這樣的零底薪的 但是也有的是有底薪的 那或者是說 她 因為她是超級業務員 像黑人很會賣東西 然後把她從別的地方挖過來 尤其是愛心T恤嘛 很會買 然後把她挖過來 挖過來 挖過來以後 我可能就可以給她 三萬多塊的薪水 那但是一金商定啊 你其實她業績如果未達到 你也不能這樣扣 但很多公司都這樣在扣了 就算你扣薪啊 也不能扣到哪裡呢 它有個底線 以前是17280 現在是17880 就是基本公司 所以呢 因此呢很多業務員呢 就直接如果大學剛畢業 要你來當業務員的話 就直接把你的底線 就訂到17880 就是按照基本公司來擠 老師講到變相 這個扣錢 我覺得我要講 今天我是要代表福祉業 跟百味的悲哀啦 唉唷 唉唷 大聲鼓 我說一個老闆啊 他就是他非常的小細 他在士林有三家店喔 然後他因為我們夜市點 是要開到一兩點 然後可能我們今天業績沒有達到 然後已經兩點了 要到檔市 他就說 你現在業績沒有達到 你不能拉鐵門 然後就是要等 可是那時候已經兩點多 誰要進來 兩點多 他就這樣說 那還是你們要自己 比如說我們現在業績是一萬八 他就說還是你們要買到兩萬 然後就我們自己掏錢要買耶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像啟聲哥剛剛講的那個 就是我們現在隔壁櫃的那個 櫃位 他們是業績沒有到85%的話 一般的銷子扣兩千塊 店長扣三千耶 然後25%以下是零底薪 好髒 是真的 像這樣情況 像我們之前公司也是差不多 我們是AT-20 就是你自己訂你的底薪 然後你自己訂你的業績標準 那如果說一個月之內 然後你的業績標準 沒有幫公司賺到 百分之八十的錢的話 就是你業績標準的百分之八十 那你就要扣到你底薪的百分之二十 所以有一前提就是雙方易定是可以這樣子 雙方易定 雙方易定 那如果說你不易定 你就不要來做這個工作 對啊 所以我覺得管理上頭有很多的方式 可以來激勵出員工的這樣的業績目標 但是就是薪水商定過了不能動 這是基本原則 所以不能拿薪水來做扣錢 你說自己買 對啊自己買那個怎麼辦 他如果搶 自己買東西你就去調解啊 去調儲啊 到勞工局啊 所以有任何你覺得好像不太合道理的 你都可以先打電話到台北市市民 請打1999 其他的話打到勞工局 估計今天看線也差不多十一點四十幾了 對 明天早上九點應該熱線會爆 熱線會爆 像什麼買制服啦 買商品啦 然後業務扣款 就是業績扣款 這都是經常見到的 其實有些老闆都身處在違法的這樣的險境當中 他自己不知道 所以我們是為了要保障老闆 保障老闆 在一個安全的地帶 所以我們必須告訴老闆說你這樣做是不合規的 你先買單的有這種 像剛剛齊聖哥一直強調 雙方議定那OK的 那沒有議定好的呢 是啊 這也不行啊 可是這種扣款是後來才知道的對不對 真的很糟糕 你有碰過這種經驗 老闆如果你自己要做公益 舉例我待過一個公司 他就是老闆他會在世界展望會 他每個月800要認養一個小朋友 然後有一天薪資發下來之後 我發現大家薪資條上面同時都扣了800 就是他用每個人吸水去認養那個小朋友 後來第二個月 我們就趁要發薪水之前 大家就去吵說 老闆你這個月不可以未經我們同意 就扣了那個800 尤其是做這種事情 對 然後我們就去跟老闆吵說 要不然你就幫我們加薪800 就是開開玩笑跟他講說 那你幫我們加薪800 讓我們再去認養那小朋友 老闆就說 那這樣就失去那個認養的意義啊 那我們就跟他講說 不對啊 那你這樣會造成我們的負擔 你要我們捐應該是自由樂捐 這樣才不會造成我們的負擔 是不是 發行做甘願壽 對啊 那他進來他就覺得說這是好事 他立場他就覺得說 我幫你們做公益 是你們的名字耶 小朋友寄來的卡片是寄給你們的 可是我們不需要你幫我們做這份公益啊 所以自己都需要人家認養 對啊 小時候要買那個愛心郵票 對 太盲言自己 紅石之惠 這個就經常是比如說公司要去做一筆捐書 然後呢 說什麼捐出員工一日所得 對 這種是最經常的 但是呢 問題是你們經過我同意啊 所有的事情就是勞資雙方商議可以 商議 所以你沒有經過我同意的話 是不能扣我的 你要捐出員工一日所得 你老闆自己掏腰包 從公司裡面去提拨出來 這個我公司一日所得 那這樣可以的 但老闆自己愛怎麼做怎麼做 但是這個東西就不行 它有一個東西是可以的 比如說像我們有欠稅紀錄的話 那剛好國稅局要求公司 從他的薪水當中多少 直接繳國稅局 那這個也是屬於公法上的規定 就是公共的公 公法上都有這個規定 那我公司可以把他的薪水按月扣 扣給去補你的稅 這個是可以的 其他的話要扣薪水 反正有一個原則 扣薪水沒有經過勞工本人的同意 就是不合法的 對 像之前有碰過這種狀況嗎 像剛剛那種捐款也會 他說我們地震 大家有看到新聞嗎 那你要先捐款 因為直接交給我們會計 我們會計直接就會給他 他說喔 那我交就一千吧 一千塊錢都給會計 過兩天 開會的時候說 我們今天這個月要交出一日捐 好把我們樂捐捐給那些有受災戶這樣 我之前不是捐一千塊了嗎 我現在又這樣一千塊 剝兩成筆耶 對 對 沒錯 但是就覺得好像 我已經捐過一筆了 為什麼還要再捐一筆 然後還有另外一種就是 每個月要交三百塊錢 福利金 然後呢 然後公司說 然後這個月的壽星 我要幫他辦聖約卡 對 我跟他又不好耶 所以 我每天先要捐他 我要四十百塊給他 對啊 有沒有 還要吹蠟燭 還要送個什麼東西給他 已經沒送了 還要 對已經沒送了 那還有碰到類似情形嗎 我們是這個耶 我們我是帶 我今天真的是百會的那個 正義實施的畫面 喔 好相信喔 對 但我們家是沒有 因為我是我朋友知道 我錄這集 然後他有來跟我講就是這個 我一定要吃員工餐廳 就是最近新聞不是有報說 有一家新開百貨強迫櫃節 要那個買餐券嗎 然後其他貴的 他們也是有就是說 就是他一定要買那個百貨的餐卡 然後會扣那個餐費 一定要扣 就是你只要進來之後 他就會跟你說 你每個月就是要扣多少錢 然後買我們餐卡 就是地下街這樣嗎 沒有 是員工餐廳 不是地下街 有些是員工餐廳 然後有些是餐券去買地下街 看百貨 喔 但是我們龍頭是不會這樣子 龍頭 哇 因為我只會是真人真事的故事耶 那是真的嗎 對啊 因為這個單據是真的 是我朋友帶來 我知道這個新聞事件的爭議點在哪 爭議點就在說 那個員工會覺得說 如果今天我不想吃公司的餐廳的話 餐券嘛 雖然我買我不想吃 那你好歹把那筆錢還給我對不對 對 但這個事件的爭議點就在說 公司他不還你錢 他不還啊 對 所以你先繳了一筆錢去買餐券 那你不吃 他也不還你錢 我們問一下身經百戰的驗力 換這種情形應該怎麼樣應付呢 上班族 我的建議是比較踏實 如果說你在公司 你在公司是一個小咖 然後呢 如果說你要去跟什麼勞工局 剛剛剛剛講的 勞工局聊完會你去申訴 然後你很擔心因此身分曝光 或者是因為你很小咖 真的不曝光都難啊 對 我就建議你 兩個字 就是 對 因為現在工作真的不好找 那你就想辦法先忍耐一下 然後等到自己的實力更好 有機會跳槽 然後甚至是自己出來創業 否則你就先忍耐 那如果說你覺得自己真的是很厲害了 翅膀硬了 甚至老子不肯都沒關係 那你就去申訴 而且呢可以當正義的使者 保護你其他的一個成功 所以剛剛齊盛哥是邀惑 大家打電話 現在 眼力姐是 看那個眼力姐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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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是邀惑 就是說我們除了說勞工自身的權益 自己要去保障之外 我覺得更重要的其實也是 保護我們的老闆 在一個安全 然後合法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們來體驗 剛剛和齊盛哥讓我們一開始 那個員工都滿熱情的 想要去勝出1999 對 你就繼續 等一下 這電話 還好有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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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四位來賓 再見 謝謝